好 大家好 我叫李永利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如何安装Zibix 我感觉这挺简单的 文档方面的话 我也没做了多少准备 我醒了几篇播客吧 照那个座应该行 新疆口罩 新疆口罩 我就不想拿到我所广告吧 没事 我的博客提到你放心 床面我可以留 现在是 简单简单 对不起 我想看 诶 咱们试坛提出 还不说这还不说 基本上呢我就照这个想 然后呢咱们按照这个装就行了 许伯斯马上你都出场了啊 诶 首先说那个装Zibix 3.0 然后我本次将采用那种 样子安装 因为如果编辑安装的话 各种坑 所以说咱为了烧彩坑吧 还是样子装一下 再者我认为 就是你装一个这个Zibix 这种监控服务器的话 性能跟你跟编辑安装 你差不太多吧 我感觉 首先说我们装那个 Zibix的样子圆 那个首先呢 我们这回用阿里圆 因为我们不像 某个叫做Zibix的博客 什么用官方压务员 因为很简单 用官方压务员的时候 有时候被强 第一你下载慢 第二有时候你都下载不下载 所以我们说 还选择阿里圆 再弯装 诶 说那个 这一开始吧 然后我也想用那个 官方的 我考虑想 我在想阿里一到 阿里一到的有没有呢 我就看了一下 然后找了找了找找 一到最后 终于发现了 我当时我就想 他那个阿里圆嘛 跟 是不是跟那种 Epo圆呢 有high play 然后咱们get一下就行 发现我靠 没有 有时候呢 我就点击去看一下 说还是没有 就是进Zibix 然后用我们要装 那个3.0嘛 进去 这个 这个开了这种系统 然后选择7 还是这个X2.0构4的 体系 然后呢 我们就选到一个 找一个叫reless的包 2.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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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文件 我个人觉得它就是 简简单单的 就生成一个repl 文件 甚啥读吗 对 就生成这个文件 至于其他做什么的话 你可以RPM去QL 去看一眼 好我们继续 好 首先说我们安装相关软件 由于 比较默契嘛 你看 一开始我想的是 装两台机器 然后就是Azion端 单独装一台 不过刚才班长说 Azion端也需要装这台机器呢 我们就加个Azion端 对 还有比较说明一点 就是在三套Azion端上 my circle 已经不叫my circle 叫maryanddb 你给回精神 找找agent 之后我们就可以愉快的样子 看我不客气 骗点反红杆的容易吗 得蹭蹭往下长 对我又引发了 然后我们看 他装的大样 3.6兆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没装可以现在赶紧装 来得及 可以暂停一下 可以暂停一下